2021香港小姐竞选的一众候选佳麗 这日齐齐衍生一间白货公司宣传造势 除了打扮到漂亮一漂亮被传媒影响之外 他们还即场进行了一场简单的shopping挑战 赢组的一组更获得5000元旧物礼券 今届港者破天荒以Staycation真人show方式 记录一众佳麗在准决赛前的晋级情况 这个真人show节目 We Miss Hong Kong Staycation晋级赛 将会在8月9日开始播出 各位阶级都表示非常期待 想让朋友及家人知道 我们究竟那10天在Staycation做了些什么 我也很期待他们会怎样剪接 故事的storyline 我很期待 很快点出街 我自己也很期待真人show这个节目 但其实又不是很想出街 因为应该很多我们很丑怪 又哭很辛苦的 寒水场的场面出现 是的 期待又怕受伤害 因为其实想起这个camp里面 有时可能讲一讲 我也知道近段有些相片已经出了 去报导了 一看到相片已经开始硬湿湿的 厉害 所以真的是整件事是有笑有泪 其实大家可以看完之后 告诉我们 看看我们应不应该自己去看看 紧接着这个真人秀之后 准决赛亦会在八月底举行 还有两个几星期 就要站上准决赛的舞台 一般皆历当然要积极备战 我们应该最重要是体重管理 多些运动 吃少一点甜食 有调味料的清淡为主 除了体重管理之外 我们现在每一天 基本上一个星期里 我们很多天都会接受训练 我们有我们的Catwalk training 也有我们的口才 training 我们也在镜头面前越来越淡定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准备都不错 今天在传播面前 你自己觉得跟以前的表现有进步 有进步 我的口才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了 因为我通常不是讲中文的 所以都有这个挑战 Jasmine也是 是的 那个广东话 我觉得我也是进步了一点 我现在开始更加努力 练习 说多些广东话 是的 我觉得我们都放松了很多 没有以前那么紧张 初初那时候 一中候选佳例 由参赛至今 已经接受过各种不同的训练 在很多师姐和大前辈身上 获益良多 不知道他们最喜欢的 又是哪个training呢 我觉得我比较喜欢跳舞 因为我自己本来都不是很懂跳舞 但是我现在学了很多不同类型的跳舞 有girl style 有jazz funk 之类的东西 但是我都觉得学了很多 嗯 我也觉得跳舞很好玩的 另外我也很喜欢 Candy教我们走catwalk 因为选美的catwalk 和平时的fashion show 就有很大的分别 都学了很多了 是 那四个呢 我自己就比较喜欢听教口才 坐在这里又舒服一点 然后又可以用多些的脑 让我们之后备见的时候 都可以灵活一点 面对全部会不会淡定了呢 其实都有的 因为譬如蛋哥上次都有教我们 说话的时候要中point 就是不要浪费时间 我觉得他都为我们打了一支强心针 令到我们自己鎮定一点